大宝贝 这两大宝贝回来了 大叔 这狗是够惨的 这狗是蝉鸟 你说一下刘人家 这个四条狗 是上次的狗热车救来的吧 对对 他们的病呢 就是严重的浓皮症 现在正在给他们治 哎 男生受的都不像这样子 吓死了 哎呀 哎呀孩子们 吓死了 你怕的 这是你怕咋的宝贝吗 你们现在就不是病了 它吓成这样呢 刘人家 那主人亲自送的狗热车 咱还有好 嗯 饿着的呀 全是浓皮症 对 孩子别害怕 不会伤害你们 你们安全了 哦 四个行一家人的 是一家的 宝贝过来了 这也是一万一那里的 还有那个高架所 那个老是 他在那 想主人啊 一直不动地方 没吃饭 这放个天不吃饭 宝贝 你用这点干吃啊 嗯 放个天不吃饭了 越来的趴里面 嗯 哦 这个痘痘好胖啊 嗯 这肯定都有家的 是不是谁家丢的多多呀 吃了 这么多农村养一养 完了就送狗狗 不可以 农村 哎 这是前前就是大狼 现在可疼是吧 啊现在吃饭了也好了 你帮他那来的时候 大眼吃哈 不吃饭 现在听饭 不吃饭了 哎呦 哎呦 太低了不是 那底地也是 嗯 小宝贝们 你们都安全了 嗯 那这块你先搁鱼子 赶紧给打一秒这些啊 赶紧上一秒 去完熟了吗 去没去熟 去熟没有 那天不拿了一盒 去完了赶紧上一秒 好了好了 看不看 看不看 太低了看有没有铃养 啊 行呀 哎 这个好像有主人 说一下 说一下 有主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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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过来找铃养一下 嗯 这段时间丢的孩子被送狗 收的快 还就是这样找孩子 嗯 回了 看你鼓了的精体 嗯 真体话懂事 哎呀刘山长 这马上 马上 马上那个进入十月了 深秋了 刘山长你什么时候带这孩子搬家呀 哎呀 真的搬家 哪说呢 这基地建的一步一步挺难的 嗯 现在还差 孩子们的狗兽都建完了 现在差十套工人的住房 就是 现在工人办公室没有地住 住的地方 还得咋 还得要十个工人的房 原来还有我 但是下一步就是 关于这个安暖器了 安暖器 对 安暖器啊 我打算 哎呀 安完暖器 搬家板房打完了的 大概 估计的十月份吧 十月十月中旬左右吧 只要十个暖器 主要十个暖器 按不上去 这些孩子有的老人病 都没毛了 都在冻死 人家可贴 你看这样可贴 哎呀 喂啊 曾经被抛弃的孩子们 你打餐呢 主人家打餐呢 孩子们